我們是用自己雙手去創立出來的 我也是藝術家來的 所以所有藝術家都買藝術家 我人生中最開心的就是搭棚 然後隔壁的鄰舍請我吃飯買飯盒 十多歲了 我想都是十七八歲 住大窩口村的那個部房 對 就像我們現在搭棚一樣 大窩口村的這些格式來的 隔壁的單位說怎樣啊 小朋友 那時候很小而已 學師沒來 辛苦嗎 做這行 我說辛苦也沒辦法的 以前的老闆經常叫我們獨立工作 那個婆婆買了飯盒給我吃 然後我第二次見到他 我還記得我去買了十元的蘋果給他吃 大窩口很好玩的 去到一些平常正常去不到的地方 認識到一些平常你不可能認識的人 最開心你說搭些什麼棚呢 是搭不出來 人家真的有人馬上欣賞的 這些棚對我來說 他們都是藝術品來的 我也覺得 因為我們真的純手工去做出來的 最開心是過年吃飯 我們公司春明 最開心的那天 就是年頭有這麼多人 年尾吃飯的時候 每次都是這麼多人平平安安的 那就開心了 他們可能真的覺得我開玩笑 哈哈哈哈 但是我真的 你知道嗎 哈哈 我要求很低的 juicy Sum 快去到達騎 快來 快去 快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